目前正是捕满秒的季节 一艘从乌斯港出海的捕满秒渔船 昨天晚上7点多 可能海象以及天后不佳 不慎搁浅在壮围公馆沙滩上动弹不得 所幸船上两名船员都没有受伤 由岸巡人员来救上岸 而今天一早 格马兰救难协会人员就动员了大批队员 来协助救援工作 将粗壮的绳子绑在渔船之上 并且利用水上摩托车 将绳子拉到海上待命的 宜安6号救难船 要趁着满潮时 将搁浅的渔船拖离沙滩来拖困 我们桌子都摆得好 我们烤水才能出来 不然现在烤水没水就能出来 这样来两项的滑水 对啊 我们摆得好 一旦满水 差不多 6点 6点 差不多6点 6点 但是一半 4点 4、5点 水上摆就会出来了 救难人员 船长以及宜安6号救难船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就静静等待满潮的时间到来 让渔船能够稍微浮起来 一举将船拖回海面上 宜安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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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